在世间众多男性的心底深处 常常潜藏着对风满胸部的憧憬 那饱满且高耸的乳房 恰似造物主精心雕琢的艺术瑰宝 释放出无尽的魅惑力与吸引力 它们不单单是女性内心的敏感地带 更是承载着诸多重要意义的象征 当夜幕低垂 静谧的夜晚来临 男性们时常会不由自主地幻想 那些拥有迷人风胸的女子 在亲密的伴侣关系里 女性的胸部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男人的手仿佛具有了自我意识版 总难以抑制地想要去轻轻触控 那温暖柔软的肌肤 然而真正懂得珍惜女性的男性 已应明白 温柔的亲吻远比粗暴的抚摸更加重要 当男人用柔软的唇舌细腻地爱抚女性胸部时 那片敏感的肌肤会愈发敏感 带来无与伦比的愉悦感受 颇为有趣的是 这些温柔的触碰 或许还能促使女性胸部再度发育 让她们更加丰满迷人 诱惑十足 那么男人在抚摸女人胸部时 究竟该如何做才能让女人感到愉悦呢 深入剖析两性关系 助力两性情感 欢迎各位来到慕年两性 喜欢我的视频 不妨点赞并订阅 据说点赞和订阅会开启桃花运哦 其一抚摸女性乳房务必轻柔 因为女性的乳房是极为脆弱的器官 所以在接触这个部位时 应以轻柔为原则 如此方能使女性的乳房更加健康 在性生活中 一定要轻轻触碰女性胸部 在让自己和女性于性生活过程中感受快感的同时 确保不伤害女性身体 这可谓一举两得之法 其二通过按摩胸部让其更加丰满 对于人们而言 女性的胸部不仅是性器官 也是女性重要的性征之一 所以必须好好呵护 才能让女性更加健康 因此我们建议在性生活过程中 可以适度地对女性乳房进行按摩 这样既能使女性的性欲更加高涨 又能让女性的胸部更加丰满 其三 做好避孕工作 在性生活中 很多人会面临意外怀孕的问题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 应好好做好避孕工作 这样可以减少对女性胸部的刺激 让大家的身体更加健康 女人往往比男人更难进入性爱的状态 因此男人在前戏中的爱抚技巧 事关重要 一个懂得如何爱抚女人的男人 必定能让女人拥有完美的性体验 爱抚的时间并不需要很长 但却能极大的改善女人在性爱中的体验 让她对你欲罢不能 故事要从一个安静的下午开始 你贴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在床上 柔和而温暖 我靠在沙发上 手里拿着一本关于女性健康的书 偶尔抬头看向我的丈夫 她正坐在书桌前专注工作 时不时抬头给我一个温柔的微笑 我们已经结婚三年了 日子过得平淡却充满幸福 在某个章节 我读到了一段关于女性生不健康的内容 特别是如何通过按摩促进血液循环 保持胸部的健康和紧致 我一开始没怎么在意 直到看到这一段话时 我的目光突然停住了 定期的胸部按摩 不仅可以预防乳腺疾病 还能让你更加放松 我心里突然有了好奇 想着是不是我也应该开始学学 我放下书 过默地走向镜子前 看着自己的身体 虽然年轻 但岁月总会慢慢留下痕迹 我开始意识到保持健康不仅仅是体重控制 皮肤护理 还有很多我们容易忽略的地方 胸部就是其中之一 女人的胸部不仅是性感的象征 更承载着许多健康的重要责任 正当我还在思索的时候 丈夫从后面轻轻搂住了我 头埋在我的肩膀上 声音带着笑意 在看什么呢 这么入神 我抬头看着镜子中的我们 笑着说在看关于胸部按摩的书 说按摩对身体好呢 他眨了眨眼 带着一丝坏笑 那是不是该由我来帮忙 我笑着推开他 你只会瞎胡闹 但事实上 我开始认真考虑书里写的建议 晚上睡觉前 我翻开了手机 查了查更多关于胸部按摩的好处 原来这不仅仅是为了美观 摒弃按摩可以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 帮助排毒 还能减少乳腺肿块的发生几率 很多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忽略了这部分的保养 而我也不例外 第二天我决定开始尝试 早上起床后 我先用热毛巾敷了一下胸部 感觉温暖的热气慢慢渗透皮肤 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 接着我按照书上的方法 轻柔地用手掌从胸部外侧打圈按摩 力度适中 整个过程大约持续了五分钟 虽然一开始有点陌生 但渐渐地 我感觉到了一种特别的舒适感 仿佛这不仅仅是在按摩胸部 也是对自己身体的某种关爱和尊重 几天后我开始习惯了这种新的护理方式 甚至有些期待每天的按摩时间 那是一种让我完全放松的时刻 仿佛和自己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对话 了解身体的每一个细节 一天晚上 我正准备睡觉 丈夫忽然走了过来 笑着说你最近是不是每天都在坚持按摩 我惊讶地看着他 你怎么知道 他笑了笑 凑到我耳边滴雨 你知道吗 你的胸部感觉更柔软了 皮肤也变得更加光滑 我脸一红 推开了它 别胡说八道 但心里却默默地有些骄傲 原来真的有效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发现这种按摩不仅带来了身体上的变化 更多的是心理上的舒适感 我开始更加自信 也更加关心自己的健康 以前我总是担心工作和生活中的琐事 忽视了对身体的关爱 而现在每次按摩时 我都会感觉自己像是在给身体充电 慢慢感受到内在的利润 有一次我和几个闺蜜聚会 大家聊起了保养话题 有人说他最近泥上了各种榜贵的护肤品 有人说他每天坚持健身保持体型 当他们问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保养方法时 我笑着说 聪明我笑着说 其实我最近开始了胸部按摩 效果还不错 大家都惊讶地看着我 纷纷问我是怎么做的 于是我把方法分享给他们 还鼓励他们一定要重视自己的健康 特别是胸部的保养 闺蜜们听完之后 有人开玩笑地说 哎呀 那是不是该找男朋友帮忙按摩 我们笑成一团 但我知道 这并不只是玩笑 女性的健康需要更多的关注和用心 就这样按摩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虽然它看似简单 但却让我更加懂得如何爱自己 如何去关心身体的每一个细节 丈夫偶尔也会笑着说 看来我的按摩技术不如你啊 你最近状态特别好 我打趣道 那你可要多学习 毕竟关心我的健康也是你的责任 事实上 胸部按摩带来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好处 还有更多情感上的连接 我开始与自己的身体有了更深的对话 懂得倾听身体的需求 也因此我和丈夫的关系更加亲密 因为我们开始更加关注彼此的健康与幸福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间我们的婚姻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 虽然生活中有很多琐碎的事情需要面对 但每当我回想起我们一起经历的那些日子 都会感到一种温暖的满足感 而每次胸部按摩时 我都会想到那些为自己健康所付出的努力 它让我更加热爱生活 也更加懂得珍惜眼前的每一个瞬间 卑克可以说聪明 想不想帮我做个按摩 我调皮地朝他笑着说 他一脸坏笑地走过来 轻轻搂住我 当然我可是个专业的 这个故事让我明白 健康不仅仅是外表的保养 更是内在的平衡与和谐 而胸部按摩 不过是爱自己和关心身体的一种方式 他提醒我 作为一个女人 不论在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 都要记得好好爱自己 因为只有爱自己 才能更好的去爱别人 才能在生活中找到真正的快乐和满足 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都是一个学习和成长的过程 而现在的我 学会了如何通过小小的动作 让自己的身体和心灵都保持健康